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题目呢 听似是指在讨论移情这个概念的转变 但实际上呢 它是在讨论主体间性的一个临床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当我们讨论主体间性临床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去回顾主体间临床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概念 就是移情的概念所发生的一个内含性的转变 这种内含性的转变导致了主体间的整个的一个状态 都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 它和自体心理学也有很大的转变 和传统精神分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包括和科体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里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关于移情概念 首先呢 移情概念呢 最早的移情概念的一个意思呢 是移情是基于一种本能 基于哪种本能呢 生本能 移情是基于生本能 然后呢 被潜意的 被意志的 被潜意的 潜意识的内容 向潜意识浮现的过程 我们称之为移情 这个定义呢 是弗洛伊德最早的 关于移情的定义 在这个定义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定义呢 它是实际上是指来方者内心的 世界所发生的内容 是一个一人心理学的一个内容 它这个移情的内容 然后呢 在1900年这个定义之后呢 后来随着精神分析的一个发展 这个概念被有些学派继承下来 比如被经典精神分析 还有呢 被法国学派 特别是法国的拉康派继承下来 还有呢 也被自体心理学继承下来 但是呢 在精神分析发展的另外一支 特别是人际关系学派和科技关系学派 人际关系最主要指的是 美国的沙利文他们开始的 人际关系学派 科技关系学派呢 最主要指 从英国的菲尔贝恩 温尼克特 他们开始的中间学派 或者叫科技关系理论学派 开始发展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开始发展出一种更新的一些概念 这个概念呢 也在 自我心理学里面 Ego psychology里面 阐述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指当患者 在治疗当中朝向治疗师投射的 他们自身的重要关系 或者一些重要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遗情 也就是说来方者 把他过往生活的一些关系 或者过往生活的一些内容 投射到当前的 整个的精神分析的一个过程当中来 历程当中来 所以呢 隆格在当年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我指的是隆格还没有离开精神分析学会之前 他使用的时候 隆格甚至用投射这个词 隆格直接用了投射这个词 当然投射这个词一部分是表达了精神分析 但后来统一为遗情 这个呢 是我们精神分析的 遗情概念的一个两个重要的发展 也是代表两制的重要发展 但不管里面的哪一种概念 都有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 它都有一个叫单人心理学的 或者说它是基础于一种 所谓的孤独的心灵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 第一种是完全孤独的心灵 从潜意识到意识 这是一个孤独的一个心灵 但第二种 是不是他说 好像他也投射了一种重要的关系 他不是说到了关系吗 为什么说孤独的心灵呢 因为他投射的关系是和分析家没有关系的 是和分析家没有关系的 他投射的最主要是指来方者的投射 所以呢 在这一点上呢 这个概念还是认为 他虽然有人际的一个味道 但是实际上还是孤独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在这个概念 之后呢 斯特洛洛在他的著作当中 开始提出了一种新的移情概念 这种移情概念是前所未有的 是一个全新的移情概念 他和弗洛伊德和科夫特 他们所讨论的移情概念不一样 它是基础于我们叫 两人心理学开始提出的一个移情概念 而且呢 这个概念 大家要知道 这个概念同时和体验 直接和体验过程是直接有关的 斯特洛洛是这样定义这个概念的 斯特洛洛说 移情是来方者 试图将咨询过程组织到自己的经验 组织原则中去的一种尝试 这个概念 我们听到这个概念 我们会觉得有点绕 那是一个什么意思 什么叫把那个人组织到自己的经验原则去 的一种努力 我给大家举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 在一个工作当中 来方者把咨询师体验为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或者说咨询师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但是呢 来方者怪咨询师无法以他的方式来理解自己 而以他的方式来理解自己又是一种奇特的方式 在案例当中 有些 我们以前碰到有些案例认为说 你只需要 我想精神分析的过程是 你只需要 符合我的移情 然后呢 你只要配合我的移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只要重复早年的这个过程 整个精神分析的过程就结束了 这个不是全部吗 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实际上 对我们精神分析是一个 就是说特别简单 但是不入门的一个概念 因为来方者 这是基于来方者的一个想象 来方者在这个想象认为 你只要配合我 扮演这个移情当中的角色 我就会 重新在当中健康起来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概念只是来方者的下意识的 或者潜意识的想象 也有一些来方者会这么说 老师 你只要抱我一下 你抱我一下 我就好了 但是大家知道 当我们说 老师你抱我一下 我就会好了 实际上这是基于来方者的建构的想象 这种想象正好是幼稚的 实际上或者我们又幼稚不太适合 至少算它是比较童年化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想法 而没有将一个临床的复杂性 或者说一个人性的复杂性放进去 所以呢 有些来方者 有些咨询师在这个时候还会中招 会去抱一下来方者 抱了来方者 来方者 自拍一下嘴巴 感觉很好 我觉得被满足了 我已经疗愈了 但接下来你会发现在过一段时间 他又会和你说 老师你再抱我一下 我觉得再抱一下一定会好 上次抱了一下我感觉虽然好了一点 但是觉得还有一点不俗 让我再深切的体会一下 被抱的感觉 然后呢 就是说如果你再去抱一下 他还是这样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叫 以满足 以满足来替代 精神分析的阐释 是这样一个过程 他不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抱来好转的 但这里面来方者为什么这么想 在这里就有一个 来方者就是试图把咨询过程 包括把咨询师 组织到自己的一个经验建构的世界当中去 当这样建构进去的时候 他会觉得 当这样顺利的时候 似乎就契合自己的体验 对这个世界的体验了 而这个体验 实际上就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未经审思的体验 或者说是一个有害的体验 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 斯特洛洛后面补充了一句说 这种尝试 也是一种自我修复的尝试 的确是这样 他们是没有来方者不想好的 来方者如果有一丝希望 还是想好的 但是斯特洛洛指出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些未经审思的一些尝试的努力 往往目标和过程是相反的 就像我们举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一个被抛弃的 早年经历过被抛弃的来方者 他在生活当中 他有许多自卑 当他在临床过程当中 他慢慢出现的时候 他一开始我们觉得还是不错 但是慢慢你会就注意到 这个来方者可能会探寻 或者他首先在生活当中 他首先会探寻自己 比如他在恋爱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当中 他会下意识的警惕 别人和他的关系的远近 他对于某种关系 亲密关系的渴望是很渴望的 但是呢 他又担心在亲密关系当中 别人会抛弃他 这种抛弃 他虽然不会这么想 但是他对于别人 可能在距离上离他稍远一些 所产生的那种温度有点变冷的感觉 比我们一般人敏感 我们一般人可能就是说 比如我们交流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最近有些事情 甚至在谈恋案当中有一些事情 或者这个交往了一个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最近正好有点事情 给我打电话说 最近有点忙 那我们心里面 我们就自己有一个调整功能出来了 我们知道 这个有可能是最近我们可能交流会少一些 我们不会觉得 这个朋友不喜欢我 但是呢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对整个的这个过程 他有一种叫过度的情感上的体验的虚弱感 他就会 这种虚弱感是他建构的一部分的时候 他就会去体验 这个感受 在关系当中 稍稍远的一点点的感受 他都会一下子觉得很紧张 他会去 感觉你是不是要抛弃我了 接下来他就会和你检验这种关系 他会问你 我们好好的 你最近怎么 这个事情 你和他说 因为我最近工作比较忙 但是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可能有的联系 我有的时候我没办法接电话 他就会想 你在敷衍我吗 这个就是一种诠释学的意义 他会认为 我们一般人不会认为这是敷衍 但是他会把它诠释为敷衍 它诠释为敷衍是基础于什么 是基础于一种 冷 开始有一点关系的冷 这一点点冷 只是作为我们常态的人际关系的 常态的一种 稍稍的冷 他有可能会把它扩大化为一个体验 当他扩大化为这个体验的时候 他就开始以他自己的方式体验你和他的关系了 而他 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基于一个 你和他真实的 我们一般关系的一个事实 而是基于他内心关于这个关系的 具有偏差体验的一个事实来进行的 也就是主观的精神现实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 一种体验当中的一种 就是说紧张感 或者被绑架的感觉 或者说被控制的感觉 作为他者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这种他者的感觉 大家会紧张的时候 他会继续下意识的 他不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 正是他关系有可能会破坏他关系的一部分 他会继续在这个关系当中 继续持续的以这样的方式要求 但这样的方式要求 让对方感觉到越来越无力的过程当中 对方的主体坚信也会发生作用的 对方会发生什么作用的 对方会 对方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套 关于世界的一套图谱 或者一套图示的 一套叫组织经验原则 对方就会以一个 一般的一个经验组织原则就觉得 这个朋友怎么有点怪 他怎么有点不理解我 对方会这样解读这个行为的 当这个行为解读的时候 两个人的关系就开始受到挑战了 实际上受到挑战的是 我们最终的内心的那个体验性的关系 核心的体验性关于主体 我是不是重要的 怎么样的这些挑战就开始出现了 当这些挑战无法 无法获得解释 或者无法获得理解的时候 这个关系会持续性的往前推进 最后变成功 你的确就是要抛弃我 另外一个朋友被他搞烦了 说好吧好吧 那就是这样吧 就算我要抛弃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也没办法 他说你看你还说了 好了 这下就是说 这下来他就陷于一个主体监信 被抛弃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当在说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会讲 那这个和课题关系有什么区别 好像投射性认同的那个概念 好像是投射性认同的一个概念 这里呢我们要了解 投射性认同和这个概念是有点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说的单元和 单元投射性认同 我们举 这是克拉因所说的 克拉因所解释的单元投射性认同 更像偏执性认可障碍里面经常见的 我投射我认同 我认为 你害我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我都认为 你就是这样的 这叫单元投射性认同 双元投射性认同呢 是指什么呢 我认为你害我 你是不是这么认为 然后呢对方一开始说我不这么认为 那随着几次之后 对方也无力了 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当你问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就开始说 你是不是有 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你有点认同 他在认同 这种叫双元投射性认同 但双元投射性认同和 斯特洛洛的遗情人则有什么不同 还有点不同 双元投射性认同 是把对方作为一个 客体 无生命的客体对待的 在斯特洛洛的观点里面 和你在主体间里面 你试图把一个人建构到 自己的组织经验当中去的 这种方式 那个人实际上也有一种 试图把你体验为他自己的一个部分 但是那这样一说 我们就有点就觉得 那我们一般人难道生活 也是生活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吗 在主体间里面说是这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 关于体验的世界当中 那你说那我们的关系怎样呢 实际上我们一般人 我们常态在一些关系比较健康的一些状态 或者我们的主体体验比较健康的状态 我们所产生的关于体验的世界是有某种 我们称之为叫同频的 某种共通的一个结构的 这个结构是整个世界 大家下意识的 一定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常态人际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对方也是带着自己的一个个人性 独特性 在资讯当中体现出来的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来访者的这种独特性 实际上是高于或者超于一般人的 一个常态交流标准的之后呢 你就会感觉到 也一个十分不同的一个状态就出来了 而这种十分不同的状态呢 就会让对方交流的对方 感觉到一种压力 这种压力 这种压力呢 就会弥散到两个人组建构的 这个整个场里面 场的体验当中 会弥散的这种焦虑 这种焦虑和张力 就会让彼此之间感觉到紧张 感觉到 好像怎么那么难处的这个关系 或者说自己的关系 有点调整不过来 有这种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的主体在主体间当中 都有一种似乎无法生存的感觉 就无法生活在整个主体间的 两个人建构的这种 特别纠缠的这种主体间的过程当中去了 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离开的感觉 就是波士顿小组的观点 你就会读出这个暖区的内容 一旦打开你就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暖区 可能是一个游戏暖区 是一个游戏的世界 是一个应用的世界 或者是一个设计的世界 是这样的 所以在波士顿小组解释 这个内容的关系的认识是我们一开始之前是不知道的 它是内容性的 但是呢 它一定要通过和另外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交流 内容的关系认识 它才会浮现出来 它的浮现是以过程性的方式浮现的 无法它以线路为主的方式浮现 这是第一点 波士顿小组接下来还提了关于斯特洛洛这个遗厅 他们进一步的给予了一个革命性的解释 他们认为在这里疫情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是真实的关系 实际上来方者以这种建构的方式所呈现的关系 就是他的生活 就是他的关系 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实际上不管有没有疫情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他的生命建构就是这种状态 它不单单是一个被压抑的一个结果 而实际上这个被压抑的东西 正是他生命建构的一部分 而不是之外的东西 所以这个观点 让波士顿的许多讨论者很惊讶 和波士顿小组在主体间里面 和许多精神分析圈 有许多辩论的 因为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概念 就觉得这个你就把 弗洛伊德的老佛耶的潜意识的理论 就否定掉了 现在剩下来的是一个真实关系 那临床就是一个真实关系吗 在波士顿小组和斯托洛洛那里 这个观点就真的变成功 是一个真实关系 斯托洛洛还保留一部分关于潜意识的 或者这样的观点 而在波士顿小组 他的激进的观点里面 他甚至于已经比较少的去谈潜意识 而谈内影的关系知晓 这样的一个特有一个认知科学 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名词了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那临床究竟是怎样呢 波士顿小组认为 在临床当中 来访者带着内影的关系 进入到临床过程当中 我们举一个例子 譬如一个来访者 在小时候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在之前的一节课里面 所讲到的 譬如一个小孩子 在上电梯的时候 是红灯还是绿灯 问了这个问题 妈妈为什么红灯的时候 电梯就停了 绿灯的时候电梯运行 当这样说的时候 这个妈妈说 电梯快到了 我们出去 或者这个妈妈说 别说了 那么多人 不好意思 当这样说了之后 这个孩子就有一种羞耻感 建构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看到 在实际的咨询过程当中 在咨询过程当中 就会发生 这个来访者就把它 建构为自己的一个部分了 以后在生活当中 他要表达这些东西 他会有羞耻感 所以 他可能在咨询的 某一个环节当中 当咨询师 了解来访者 说了一句话 咨询师 但这句话 有可能 对来访者的陈述 是有一个误解的 这个来访者 基于这种 下意识的建构 他有可能不表达这种误解 为什么 当他要表达出来的时候 是要有勇气的 他如果不表达的时候 他要克服羞耻感和勇气 羞耻感是他的一部分 是他的主基调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羞耻感 阻挡的时候 他的体验 是无法表达为语言的 他就是一个全语言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在咨询师可能注意到了 我们讲临床的一个进一展 咨询师可能注意到 说我刚才 来访者可能脸部 闪过了一个表情 咨询师瞬间观察到了 说 刚才你好像皱了一下眉 我注意到 我刚才说的话 或许不是那么理解正确的 你刚才是怎样的意思 来访者说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想表达 好像有点不一样 咨询师可以在这个时候说 好像在你刚才表达的时候 里面有一种氛围 当我刚才这么说的时候 我会注意到 似乎有几种可能性 如果咨询师理解来访者的 内部的建构的复杂性 咨询师说 好像有几种可能 是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 好像我表达的 是不是不大正确 来访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说 好像是这样的 我刚才实际上的意思 是那种可能 还不是你说的 但这样表达出来的时候 这个来访者在真实关系里 获得了一种进展 他第一次 在人生的第一次机会当中 一个和他以前所体验的 建构的不同的方式 表达了一个内容 这种交互方式 他表达了他心里面 要说出来的东西 这种修士感 被咨询师 以一个更宽容 吸收的方式 吸收掉了 同时让他表达出来 当来访者第一次 获取这样成功经验的时候 来访者就会有一种感觉 好像舒了一口气 好像我终于说出来了 咨询师在这个位置上 咨询师就是说 你原来是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实际上在当我刚才这样表达的时候 实际上你理解的是另外一个意思 而这个意思对你来说才是重要的 来访者一旦确认这个感觉 咨询师和来访者的 首先他们主体间信之间的这种距离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本来一个退缩的 变成又更敢表达了 但是这里面我们还要讲到 在体验上面 在体验上面来访者一个 本来无法语言化 无法说出来的感觉 突然一下子被说出来了 他在说出来的过程当中 在主体间信当中获得了一个成功 这个成功加入到他的记忆当中 他的主体间的真实关系当中的 一种互动结构 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改变 斯特罗罗称之为寂寞的改变 也就是说图示的改变 当这个图示发生改变的时候 这个斯克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小点 就发生了一个突破 它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表达 这种全新的方式的表达 让他会体验到一种成功感 和自己的流动感 而之前的那种被抑制的那种 轻微的冻结 这种冻结性的 或者有点不太适应 不太必要的 这个冻结的状态就融化掉了 他开始以一种 更和社会交往更加流畅的方式 来表达他自己了 这是一个开始的点 在布什敦小组来说 他们引用了一个叫神经重塑的观点 就是在当代 就脑科学的研究当中 认为神经 就是婴儿的发展 虽然大部分是有一些 形成了大脑的一些发展 它是有一些定型的 但它也存在一些神经重塑 就是说当我们和一个人交流之后 我们如果反复 以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通路交流的话 或者说经历某种体验的 现实体验的过程 他会获得一种全新的体验 这种全新的体验 可以帮助一个人 学习到一种全新的东西 这种全新的东西 可以很快地运用到生活当中 在目前的神经认知研究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经认知的一个观点 叫行为学习 行为学习的观点 什么叫行为学习呢 就是我们以前认为 学习应该通过知识性的方式学习 但当代的神经认知的学习发现 如果一个人学习的时候 是配合着体验性的行为的 但他的体验性行为 在学习当中如果发生的话 他的学习对这件事情的深刻记忆 是超越一般的学习的 知识性学习的 所以一般的知识性学习 它是就是说 它有可能只是表象上的学习 这个里面也就是 在我们资讯当中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在资讯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资讯师认为 有道理的理论 或者有道理的一个洞见 对来方者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来方者 或者即使接受了也没什么用 这就是在于 资讯师所提供的这个知识 它只是一种知识性的学习 波士顿小组把它称之为 叫陈述性的知识 什么叫陈述性的知识呢 就是一个人跳到水里 一个人看了一本游泳书 或者一个人看了一本 怎么如何驾驶飞机的书 全部背出来了 说我上飞机狂一开 直接上天了 接下来说 怎么驾驶啊 旁边说 书里面不是都说着吗 那这个时候怎么驾驶 没有用的 就是说这飞机要出事情的 所以呢 波士顿小组认为 真正的一个治疗核心 是在于真实关系的一个互动 也就是斯特洛洛这里所说的 它两个人有一种真实关系 真实的组织原则的一些碰触之后 我们会发现一个缩影 当这个缩影被阐释的时候 事情会变得很清晰 也就是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咨询师和来方者 在刚才我们那个案例当中 咨询师和来方者 实际上正好地 把来方者要如何表达出来的 这种知识 通过一种具体的 立体的行为方式 直接展现出来了 两个人是不是在知识上 说明这件事情 而是在彼此的行为当中 确认了这件事情 之后再陈述这件事情 当这样确认的时候 这就是行为学习 会对一个人的 就是说神经认知 前后一趋势的一些刺激 它会形成一种 很具有定向性的一种刺激 这种定向性的刺激 对于神经认知 它是一种重塑 这种重塑之后 它就会形成一个 不再退转的一种行为模式 而这个行为模式 就是说我们认为 布斯顿小组认为 真实关系的发生转变 好像有点类似于一个习惯的养成 对 一个人际习惯的养成 但是它里面比行为的习惯的养成更复杂 它里面因为包含着一个立体性的东西 又是一种表达方式的养成 又是一个生理性的 一个神经认知的重塑 又带有着个体体验性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本来一个畏惧的体验 突然一下分满为一个 我可以更自由自在的表达的一个体验 而且这个自由自在的表达的体验 和我自己的本性的流动是合拍的 合拍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上是充分的 对 所以呢 在这个概念当中 斯特洛洛就开始发展了这样一个双元的概念 也就是说咨询师不是咨询的 仅仅就是咨询的倾听者 咨询师是作为一个人参与在一个实际的 和人的一个交流当中 有人认为那这样的话 咨询师是不是咨询师怎么说都可以 当然了咨询师不是怎么说都可以 咨询师实际上要谨慎自己怎么说 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咨询师是需要去理解 就是说来访者的方方面面的那些内容 而不是去 就是说去局限在某一个理论框架当中 去理解来访者 所以呢 斯特洛洛在这里就是提出了这个疫情的新定义 就是来访者试图把咨询师 组织到自己的经验原则中去的一种尝试的努力 这种尝试的努力是一种自我修复的尝试 这句话就是在阐明了 我们在资讯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困倦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疲惫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困倦疲惫 这部分是来访者和我们在语言当中 是有某种对我们的建构的 这种建构实际上有的是 大部分情况下是下意识的 我现在认为这种过程实际上是带有我们人类的 互动当中的暗示过程的 有某种催眠性在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 中毒披露中毒抑郁的来访者 我们听着听着就觉得 天都暗下来了 你一看窗外明明蛮明亮的 为什么天都暗下来了 你被建构在一个体验的世界当中去了 但是有的咨询师如果不明白这一点 就努力挣扎 努力挣扎 努力挣扎 但是没有用这种挣扎来放这一页挣扎过 实际上 所以在主体监信的观点当中 当我们滑入到这种被暗示催眠到这种过程当中去的时候 被这种氛围渲染到整个厂里面去的时候 咨询师我们可以有一个轻轻的理解 知道整个的场域的挣扎 正是来访者在生活当中的挣扎 没有一个来访者想那么一语的 正是因为和世界的互动 或者他内心的某种体验性上的绝望 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感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实际上反而在主体监信当中 我们可以理解到来访者在这个位置上 实际上是具有一种挣扎的一种体验 而这种挣扎的体验在场域当中就呈现出来了 我们可以说实际上 我们反而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说实际上我会觉得这个咨询 你虽然做了几年 或者你也经历过一些咨询一些扶要 但是整个的一个体验 让你会感觉到有许多困难 还有相当的抑郁 但是在这些抑郁里面 我感觉到实际上你还是有许多挣扎的 这种挣扎 我是把这种挣扎视为某一种努力 实际上你想让自己好转过来 而在这个部分当中 咨询师和来访者就同评了 而当这个部分一旦被呈现为一个语言的方式 来访者那些挣扎的无法 因为一个孕育的来访者没办法和旁边的人说 我是在这样挣扎 我这样落水稻草一样在挣扎 这个部分被民在化了 我们就可以在意识的层面 更坦然的面对这个部分 我们有可能会感觉到 就在这个瞬间 整个场域里面的 主体间场域里面所建构的 那个催眠作用所产生的 里面的阳光 没什么阳光 外面都是阳光明媚的感觉 瞬间消失掉了 当消失掉的时候就意味着 你和来访者的场域发生一个根本变化了 你们对世界的体验已经获得了某种进步 来访者可能体验到一个相对更加明媚一些的世界 当然实际临床可能比这个更难 但是这些是会有用的 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曾经有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个案例 在那个案例当中 那个来访者是有一些精神病结构的 在那个案例当中 我去了解这个 我和来这个来访者 当我去了解这个来访者 这个来访者 我说这个 他也说不对 我说那个 他也说不对 到后来我已经有一点发怵了 我都不敢说话了 因为我觉得 反正哪句话都错的 哪句话都被会打怼回来 有的时候怼得蛮凶的 我要调整半天才调整的过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慢慢就陷入到一种绝望里面去 一种绝望里面去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场域是绝望的 是充满丧气的 然后呢 我就想 这个治疗是不是可能继续下去 这治疗也可能无法继续下去 就是因为没有合适交流的位置了 所以在这个场域当中 我感觉到 在我们场域当中有一种绝望感 这种绝望感就是结束这个咨询 结束了大家都轻松 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 在这个场域当中 我想试试看 在这个场域当中 就是说 场域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被讨论的 所以我就和来方者去讨论 我说 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一个咨询当中 我说一些东西好像一直 你觉得没有理解到你 说了好多种 我觉得没有一种可以理解的 我说我尽我的努力了 但是好像还做不了 但是好像还做不了 我说在咨询当中 你会觉得这个咨询 是不是是绝望的 或者是没有发展的 像荒漠一样的 就要来方者听到我说这句话 眼睛一亮 说 我觉得我们有希望了 我想 为什么我们有希望 他说 当你刚才说起 像荒漠一样的绝望 我觉得你在那个时候 把我心里面的一些感觉 说出来了 我觉得你可以靠近我了 就在那个瞬间 我的内心世界 出现了生化危机里面 芝加哥荒漠生化危机的第四集 在芝加哥 一个荒废的芝加哥 那里有许多丧尸 但整个芝加哥城 已经全部被沙漠 掩埋了 还有是 有另外一个电影 就是叫《我是传奇》 里面也是荒漠 那些荒废的一个城市 我就瞬间 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面 内视 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 我觉得这个世界里面 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连只鸟都没有 里面很干燥 就是这个地方 但这个地方 没有人能够接近它 没有人能够接近它 都在这个位置上 我这个时候 心里面就觉得 放松下来了 我知道 这个来访者 他想说很多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人 实际上很难听到它 他实际上正在表达这些东西 所以当 我觉得 我说我们实际上 有许多东西 我们希望有一些表达 但是好像这种表达 好像许多人 没办法理解我们 这种表达 我们也不敢于 像别人这样表达 当这样说的时候 这个来访者 完全就放松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 就进入到一个 往前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程度 所以斯特洛洛认为 在疫情当中 这个疫情过程 是交互影响的 来访者是试图把我们组织 到这个经验建构当中去 咨询师也在这个经验建构当中 去体验这个世界 只是在咨询师的这个时候 咨询师要就自己的经验建构 放下自己的一些 和来访者不同的建构 去体会一下 发展一种可能性 理解超越另外一个人的建构 是怎样的 他是怎样体验这个世界的 因为有可能 另外一个人和我们 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而这种体验 对这个来方者来说 就是需要被理解的地方 所以这个 当我们去这样说的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再用一个 更简单的例子来说 就像我们大家在 听足体坚信 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想 说了半天 不是和课题关系很像吗 大家知道 这个想法 就是来自于经验的建构模型 为什么叫来自于经验的建构模型呢 或者有些自体心理学家会听 这个不是就是自体心理学吗 也有的认知 治疗师也会想 这个不是就是认知行为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要了解 实际上 我们生物在进化当中 有一种叫究竟原则 惰性原则 怎么方便 怎么来 如果我已经获得了某一种知识的建构 我是不想太细腻的体验这个知识的建构的 一种全新的知识 因为全所有全新的知识 对于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来说 都是具有危险性的 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新的尝试就代表着一种不确定 而旧有的知识 它的有效性已经很清晰了 所以在所有的生物当中 我们就会看到 但脚马 非洲脚马大迁移的时候 一匹匹脚马 要过河的时候 河里面有几百条鳄鱼在水里面 那些脚马只要动动脑子就想 绕着这个河再走一圈 找到一个河滩更浅 鳄鱼更少的地方走过去 不是就是了吧 但是脚马不是这么想的 脚马会忠诚于他们已有的知识 反正跳下去再说 跳下去是老经验 扑通扑通 是老经验 所以自体心理学是老经验 科体关系也是老经验 反正就跳下去再说 这个是有效的嘛 跳下去之后 鳄鱼就扑上来吃 反正吃的时候 大家继续跳吧 总共也不一定吃得到我 我继续跳吧 反正当这样继续跳了之后 最后鳄鱼已经吃饱了 接下来那些脚马说 哎呀 幸好只牺牲了一点点 只牺牲了十几头兄弟姐妹 不要紧我已经活过来了 过去嘛 我们以后继续这么操作 实际上我们对知识 对知识和新知识的一个建构 也是这样的 实际上这一点 同样用在我们对主体间的学习当中 也是这样的 主体间对这一点是有很多了解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很了解就是说 当我们去理解主体间的时候 主体间和客体关系 譬如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主体间是强调一个双元过程 和强调一个厂的发展的运动过程的 它不是说强调一个结构性过程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和自体心理学也有区别 就是自体心理学会强调一个 共情的一个过程 它更强调咨询师对来访者的 一个经验体验 但主体间会强调 这种体验实际上是双元建构的 不是单人的 一个人可以做得出来的 这也导致临床当中 主体间会更强调如何理解和 阐释来访者 而经典的自体心理学会强调 要谨慎咨询师和来访者 在什么点叫张力 因为经典的自体心理学特别强调 叫恰好的挫折 以及修复性诠释 这是自体心理学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自体心理学很强调 来访者在退行的过程 在退行的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自体课题的连接 这种自体课题的连接 是十分同频的 但在这个同频当中 可能遭遇到过去创伤的经验 和当下的动力过程 瞬间吻合在一起 来访者对一个吹猫求疵的行为 突然产生暴怒 咨询师就马上去追踪 这个暴怒的起因 他的情感历程 去理解他为什么 那么暴怒的这个动力过程 同时去理解 他为什么这样暴怒的 早期的受创伤的 一个起源过程 进行修复 然后恢复一个自体课题关系 经典的自体心理学家 对这一点是十分重视的 但是呢 主体间认为 临床治疗当中 这个只是临床治疗的 一种可能 不能认为所有的临床治疗 所有的案例都会经历 这样的过程的 有许的案例 我们会看到 根本不经历断裂 修复性的过程的 有些临床 你会在理想化的临床当中 和密友的临床当中 你会看到一个 持续性的流畅的进展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会看到 更多元的一个东西 所以主体间在这个位置上 认为自体心理学 里面所说的 这些模型 是建构的一部分 但它并不代表所有的 应该更放松的去看待 整个流动的那个状态 可以把它纳入为 整个分析进程的一部分 而不是把它作为 分析进程的所有的内容 也就是主体间认为 所有的理论模型 不管是弗洛伊德的 四个时期的理论模型 弗洛伊德有 创生 环境创生的模型 地质学模型 就是潜意识意识 潜意识的地质学模型 第三期的人格模型 就是自我本我 超我的人格模型 还有第四期的 自我适应的模型 还有呢 在自我心理学的 适应性的模型 自我适应的模型 以及俄地普斯模型 还有课题关系理论里面的 卡莱因学派里面说的 分裂 偏制分裂 到异味的模型 包括 温尼科特的模型 还有费尔贝恩的 垂直分裂和水平分裂的 这些所有的模型 我不一一举了 所有的这些模型 对于主体间来说 它们都是对的 但是 认为这是唯一对的 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人类的心理 是更多元的 所以斯特洛洛举了一个 佛教的例子说 这就像盲人摸象 当一个人摸了一个象 说这是一个柱子 摸了大象的腿 说我摸到的是柱子 这肯定是柱子 有的人摸到了 大象的鼻子 说这是一根喷水管 也有的人摸到了 一根象牙 说这是一把刀 也有人摸到了 大象的耳朵 说这是一个扇子 它们都对 但是都不对 实际上我们要强调的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在主体间理论当中 主体间更强调的一种 开放性的去看待 整个的一个模型 模型是对的 而且是必须的 但模型不是唯一的 这是关键点 我们继续讨论 在主体间 就是斯特洛洛 在讨论的时候 斯特洛洛说 自小 我们自小 从小时候就开始建立的 因为内因外因 因为机体和环境 和养育环境 所建立的关于自我 和他人的心理结构 就是这种组织 经验原则 无意识地建构了 个体的主观世界 精神的现实 也就是体验的世界 因此 移情从一般的抽象的角度来说 是一种建构的过程 移情实际上是 来访者 整个心理生活的一个缩影 当我们理解 他整个心理生活的缩影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 他整个的一个生命 他正好被这个模型所 主宰着 而且他对此是缺乏意识的 而我们主要的工作 是帮助来访者 又产生通过一种现实的互动 对这个部分 产生一个觉察和互动和阐释 包括体验性的改变 在这个体验性的改变上面 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新的一种东西 但是在主体监信里面 我们还强调一种叫共享 叫共享 布斯顿小组把它称之为 叫共享的内隐的认识 共享实际上是 类似一个电脑术语一样 这两个人共享 在电脑上可以共享 共享一个界面 这种共享 共享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要理解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要敞开一部分精神体验 去和来访者去共享的 这部分共享呢 我们和来访者的共享体验越好 通常 整个的一个工作的顺畅程度和匹配性越高 如果共享程度越低 通常我们的匹配性也越低 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了解的 就是共享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当共享的时候 我举一个共享的例子 奥克登 托马斯奥克登在一个例子里面 他说起 在精神分析的艺术里 他说起 他曾经有一次在 约了一个新的来访者 这个新的来访者 第一次和他见面 可能早到了 早到了之后 在他的办公室门外 走廊里走来走去 然后 奥克登在里面 他知道外面有一个人在走 奥克登里面还有一个个案在做 等他做完了之后 奥克登甚至于被搞得有点分心 当奥克登 被搞得有点分心 当奥克登继续往 前就是说 把心自己静下来 好好的把现在这个个案 做下来之后 奥克登打开门 送那个来访者走 当前面那个来访者 一结束 后面那个来访者 马上就在门口 就已经走过来了 马上就出现了 马上就进来了 当他马上进来的时候 奥克登 就让这个来访者进来 因为他觉得这个来访者有点仓促进来 所以当他仓促进来的时候 奥克登这个时候 心里面突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个自由联想 奥克登这个自由联想里面就是说 奥克登在几十年前 那个案例已经是奥克登五六十岁的时候的事了 但奥克登记起了一件他十岁前后的事情 在十岁前后的时候 他和一个伙伴在家里面家乡的冰面上 湖的冰面上滑冰完 当完的时候突然那个冰面破了 他的那个小伙伴掉到了冰里面去 掉到了冰里面去 那小伙伴在呼救 呼救的时候 奥克登这个时候很担心 他担心过去又会碎掉 不过去小朋友有可能会淹死 那个小朋友还比他大 他当时反而是小的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 他想努力去救援 之后他鼓足勇气终于去救援的时候 把那个小朋友从冰冻里拉出来了 冰没有破 他们就觉得有点侥幸的感觉 劫后余生的感觉 奥克登在这件事情之后 再也没想起过这件事情 但是就在这个来访者 在外面渡步造成的这个氛围的时候 来访者一下子急急匆匆进来 坐下来的时候 奥克登产生了这样一个异象 这个异象就是说 是两个人精神体的某种深度的 某种同品性的东西的一种共振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奥克登就开始注意到 实际上这个来访者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 那么早的来急匆匆的在外面跺步 实际上这个来访者似乎在 发出一些信息 他希望得到尽快的得到帮助 他为此有一些焦虑 奥克登就把这个领悟告诉给来访者了 说当你坐下来的时候 实际上预约这个咨询 实际上让你的焦虑 好像有一些缓解 所以你希望在咨询当中得到 能够得到更好的帮助 当奥克登开始阐述自己这些理解的时候 这个来访者开始变得有点放松了 这个放松所形成的这个氛围 互相理解的氛围 之后就影响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分析的后面的上百次分析 都受到第一次这个匹配性的分析 所以呢这个匹配性就在于 分析师是怎样的和来访者能够发生共享性 这种共享性越好 大家的也意味着匹配性越高 而意味着整个工作会越顺利 这个在整个的 美国的就是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研究当中 有一项实验追踪了几万个病人 所形成的一个研究 很著名的 说治疗的前三次的匹配性 决定了治疗五十次到一百次的效果 如果治疗上来三次的效果很差 差不多五十次到一百次之后 效果也就这样 如果治疗上来三到五次 觉得治疗关系不错 通常五到五十次到一百次之后 治疗关系也是不错的 它有一种叫就是预测性 这种预测性也就是是什么呢 是我们称之为叫一种就是说 一种我们对这个事物的一个就是说 叫刻板印象 人与人接触了之后 他一旦形成这种刻板印象 刻板的关系印象 这种刻板关系印象会推动整个的一个系统 在这个位置上运动的 之后你要超越这个系统 是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才能够超越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主体坚信一个共享的内容 在主体坚信的一个共享的内容当中的 就是主体坚信最后更重要的是关于图示的阐释 主体坚信对于图示也可以叫诠释 相当于诠释 但是阐释是更多的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在主体坚信 斯特洛洛首先是这样定义的 是对移情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聚焦点 恰恰是来访者生命存在的整体的图示得到了澄清 而这个澄清就获得了理解和转化 来访者和咨询师的主体坚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这个根本性的变化也产生了一种新的主体出现在 新的主体体验出现在主体间的网络流动过程当中 而这种新的主体间的一个流动过程是一个全新的主体 所以说当我们说字体的时候 斯特洛洛认为主体和字体是一种流动的过程 它每一种流动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网络背景呈现在它背后 在斯特洛洛的一个案例当中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案例 斯特洛洛有一个病人坐在对面和他儿子碰头 这个病人遭遇到了很多创伤 因为早期他的父母去世 受养他的人又去世 怎样但在这个之后 他终于结婚了 后来又经历了丈夫去世 丈夫生病又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来方者会觉得有一个生命的建构 就是说 这个生命好不容易啊 怎么我和谁在一起就会是这样 既然我们中国的说法就好像生命很没运 有个别人的命运呢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他有一次和斯特洛洛做工作 他和他儿子约在斯特洛洛办公室对面的咖啡店 面包店一起聊天 聊天聊到一定时还没聊完 他要去做分析了 所以呢他和他儿子说 他先做分析 他就离开 然后他儿子已经要快成人了 离开然后穿马路过来 当他进入斯特洛洛房子的一个楼 电梯要进去往上行的时候 他听到背后有一个紧急的刹车声音 就很尖锐的刹车的声音 他心里面就有一丝不安在他心里面生气 他心里面有一个幻想 当他进入斯特洛洛的办公室咨询室 他就有一个幻想 他儿子已经被撞死在街头了 背后那急车车的声音 一定是他走过来 他儿子还有一些事情没说 穿马路的时候被车撞死了 所以他就规制不去 他甚至于想 是不是应该跑到窗外去看一看 甚至于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来放者的那天的自由联想就是围绕这些东西 斯特洛洛做了一个回应 斯特洛洛因为已经和他做了一段时间 斯特洛洛说 实际上你现在的担忧 是你过去生活的无数次创伤的一个累积 所获得的经验 因为在意料不到的时刻 可能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就会杀死你一个亲密的人 而许多人并不了解你内心 是你内心对世界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当斯特洛洛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那个来放者瞬间觉得放松下来了 他就觉得在这个位置上被斯特洛洛共鸣了 他是一种类似于肢体心理学密友 遗情的一种共鸣 这种共鸣发生了 在这个时候来放者接下来就谈了许多 进一步谈了他许多压抑的 一些创伤的一些痛苦一些经历 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这个来放者的儿子 实际上根本也没出门也没撞死 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有这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所谓说的 这个是一个移情表现 它的一个建构 当他和斯特洛洛说的时候 在某种意义上 他想让四周围的人相信 这件事情是发生了 因为他那么担忧 但是呢 他儿子的他幻想的 这个幻想点实际上就是一个聚焦点 但在这个聚焦点上 正是被理解的那个点 当他被理解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获得了一个转化 而这个来放者之后就转向了一个疗愈 这个就是在停滞 在体验 曾经停滞的过程当中 再次获得语言和生命的流动 以这个来放者的例子 是说在体验当中 这个来放者听到急刹车的声音 他又连接他的曾经痛苦的记忆 这个就是他回到了一个冻结的一个地方 而这个冻结的地方实际上是他痛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能碰的 就像我们一个手如果受伤了 别人来碰我们这个手 我们不想这个人碰 因为这是会感觉到痛的 这正是我们紧张的地方 如果别人稍稍做一个手 人家这样伸一个手 只是做一个手 是说你这个手还好吧 你马上会下意识往后一说 说不要来碰我这个手 实际上人家没有人来想碰你这个手 人家只是说你手还好吧 他就会更夸张的 更敏感的把这件事情解读为 他的手会受到进一步刺激 而被冻结体验被冻结 被创伤的人在这位置上 他有一个建构当中 有一个更强烈的敏感性 那老师其实您刚才有讲到 就是这个主体间的移情吗 好像听起来 其实是说来放者自己的一个建构 但是又是在双员互动中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主体间 所强调的这个移情 会不会跟区别于其他的 就是类似于说字体 它是一个字体 刻意需要被压抑 然后在临床中浮现的过程 那主体间的这个移情 是不是其实 它也会是通过跟自律师的互动 被建构出来的 是受到自律师的影响 而不仅仅是自己的这部分 是的 这个观点是一个很好 你这个提法是一个很好的提法 就是斯特洛洛实际上认为 就是在主体间性的建构当中 甚至于咨询师的 对来放者的影响 有可能它也会形成一种移情 怎么说呢 譬如来放者 在主体间性里面 也存在来放者 对咨询师的 譬如理想化移情 但理想化移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这个理想化移情 有可能对这个咨询师 会有理想化移情 对那个咨询师 没有理想化移情 那这个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对他有 对他没有 如果你客观的是压抑的一个 理想化的一个断裂 那现在出现的 就是应该理想化移情 为什么它出现的 不是理想化移情 这个就是斯特洛洛所说的建构 咨询师的个体的建构 直接会影响来放者 出现的内容 所以理想化这个过程 理想化移情的过程 对于斯特洛洛说 这是共同双元建构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单元建构的 包括经营移情 对这个咨询师 可能会有经营移情 对那个咨询师没有 这也是具有双元建构的过程 所以移情 最终在临床当中 虽然移情是来放者内部的图示 它的建构 但当来放者表现在临床当中 最终大家在现场体验到的是 双元建构出来的一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实际上是 才值得讨论的 它这个东西又是涉及到 来放者的内心的东西建构 又是涉及到来放者 这些内心的建构 呈现在这个世界当中 和世界发生混合时候的 那个效应 一个效果 也会在当中被讨论 这个是在主体肩当中 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关于主体肩的治疗 因为好像 今天分析蛮强调 就是来放者退行 但好像 我听您讲的 这个主体肩 包括移情 然后包括临床工作 没有特意强调 这个邀请来放者退行的 这个部分 主体肩认为 就是说 它不太重视退行这个概念 因为退行这个概念 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压抑 冲突压抑 在模型当中 主体肩的模型 因为是建立在 体验流动模型 和体验冻结 这样的模型当中 所以说 它没有退行的概念 它所谓的就是 它反而认为 实际上在流动当中 我们流动当中 有某些被固结的点 之后在互动的体验当中 那些点开始流动了 向前流动了 所以它没有一种 退行的一个观点 对